Hello大家好,我是然然 每次我视频底下都会有人问我 我的头发看起来很好的样子 平常是怎么护理的呢 我想说我其实从小发制就很好 然后我以前也不怎么护理头发的 可是呢,我高中毕业之后呢 有一段时间我真是疯狂的迷恋染发的件事情 我当时的头发可能大概到这里吧,这么长 然后呢,我当时想染粉紫色 于是我就自己买票头发的 然后票了两三次吧 然后头发就是都没有票成那种白色 因为白色才可以上那种比较浅的颜色 票了两三次都只票成了那种金色 很金的那种颜色 就是特别丑的那种金色 然后我就没办法 票票已经用完了 然后就只能十分买一个颜色来弄 然后当时就是觉得陪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 就是头发就全都哭死了 因为票了那么多次 头发完全的伤害 没有一条头发是好的 所有的头发都是分叉的 然后都是那种要死的感觉 然后又是一头那种不知道什么颜色 然后头发就变得很差很差很差 于是呢我就只能开始留长 然后就剪一小段 然后留长就剪一小段 一直一直留到了今天 然后现在还有一小段是那个以前的头发 因为还是会看到那个很黄的颜色 从那开始我才开始互留了头发 因为我真的感受到头发的重要性 一头那种枯黄的头发 顶在头上真的是非常糟糕的 如果这些来龙去脉如果要讲的话真的要讲太久了 我这里就不废话了 然后就开始看我平常是怎么弄头发的吧 这个呢就是我洗完头之后的样子 我就会用浴巾把这个头发这样包起来啦 然后觉得就从我开始拍视频之后 我真的是所有我稀奇古怪的样子都被大家看到 然后就觉得我所有的形象都毁了 因为用这个浴巾包头呢 就会减少我们用毛巾就是弄头发的那个摩擦 因为那样也是有一点伤头发的 然后我就用浴巾这样包住的 让那个浴巾自动的这样吸头发的水 就会比较好一点我觉得 然后我这样包了之后呢 我就会开始互敷啦 然后因为今天是我要拍视频 所以我不想完全的素颜出现 所以我就画了一些底妆 可是平常我护完肤之后呢 我就会把这个毛巾取下来 这个时候呢其实头发还是很湿嘛 就会把头发分成这样两节 然后我就会用发尾油 除了发尾油呢 我可能一周会用一到两次的那个发膜 就是在我洗头的时候用 可是呢我竟然忘记带回香港 因为我回香港那天我睡过头了 然后当时我行李都没有收拾好 不过这个都不是重点 因为其实用哪一 我用哪一款发膜 我自己觉得好用 可是不一定里面也会觉得好用 然后因为我的发质是那种有点粗的 硬的那种的发质啦 其实你们应该找就是跟你们发质相同的人 然后他们做的一些发膜啊 发尾油的那些测评 然后你们去看了之后 在自己慢慢的试看哪一款 是最适合自己的 这个发尾油呢 是我当时跟风买的 因为大 因为网上大家都说好好用好好用 然后我就买了 对 其实真的用了很多 你看 可是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质地稍微比较厚一点 就是有一点油腻的感觉 还有另外一款发尾油啦 我觉得那一个就是质地比较流动性要强一点 然后要比较没那么厚重的感觉 然后擦上去的话 那个香味首先我真的超喜欢的 我的那一款 可是我也没有带回来 对 我会放的图片在这边 要比这个好啦 因为这个也很厚重啦 我觉得挤太多的话就会觉得很油腻 可是挤少的话又会觉得有一点不够用 而且它的香味我真的不太喜欢不太喜欢 这个也是有那么一点效果的 就是也会蛮顺滑的头发的 我会挤两滴啦 然后这样把手搓热了之后呢 在发尾的地方开始抓头发 先抓这一边吧 我尽量会减少这样摩擦搓揉的次数 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有一点伤害头发 尽量用你手上有油的地方去按摩你的头发 然后这个不要碰到太头顶的地方 可能会很油 这样头发就不会太过于打结 就会用这种梳子 这个梳子的好处就是 头发容易打结的人梳起来就不会很痛了 就会很顺滑的梳下来 你看就真的很顺滑 就不会卡住的那种桶 然后我就会这样梳头啊 这个时候就是头发不一定要梳得说特别整齐 等一下还要垂头 我的风筒是用这一个啦 我在网上真的看了超多人的 就是测评的 我才决定要买这一个 因为这一个它有那个什么负离子啦 然后可以让 就是我因为我有很多毛皂那些小碎发这样飞起来嘛 然后网上的测评是说 它可以就是用负离子这样 就会减少你头发的毛皂 就会让你头发看起来更顺滑 然后我用了真的很久 大概用了三个月 真的有效果 我个人是觉得有效果啦 这个我是我妈的朋友帮忙在日本买的 所以好像是多少钱我不记得了 然后它有三个模式啦 第一个模式是turbo 第二个是set 第三个是co 首先会用第一个就是turbo来吹我的头发 因为我是中分嘛 然后我不想头发就是这样这么扁的感觉 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发根吹起来 所以我首先会用风力最强的模式 然后这样这样的吹 然后把发根吹起来 再把这边的发根吹起来 因为这个turbo这个模式是速干的 真的干得超级快 只要这样吹一下这边就干得差不多 然后就会吹后面的头发 后面的头发就是差不多干了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就会用梳子再梳一次头 这次的话我会把界线分出来 分出来之后呢 我就会把头发分成两边 然后再梳头 把头发梳得整齊 因为它现在是就是没有特别干燥 但是也有一点湿润的状态的时候呢 你如果不把头发梳好 等一下完全吹干了之后 它可能就会很毛燥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把头发梳得整齊一点 然后方便你吹的时候没那么毛燥 然后我们的头发还是有一点湿的嘛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要像刚刚那样 群膜乱舞的感觉 就是不要这样乱吹了 我们要顺着头发来吹 但是刚刚还是开最大的档 这一次已经是真的百分之至少九十干了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用第二档 就是Set这一档 然后我会还是吹发跟让头发看起来更蓬松一点 因为如果太贴面的话就会显得脸很肿 很胖的感觉 我开了第二档之后就会把头发这样先吹 然后再弄这一边 就是一直吹发跟就对了 我觉得这样头发真的要蓬松很多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到我 就是那些飘起来的小碎发 就还会有一些飘起来的小碎发 用最后一档这个Code 这一档来就是完全是贴头发这样往下吹 吹到发尾从你觉得毛燥的地方 但是不要这样吹 因为这样吹会让它很贴 一定要拉下来这样吹会稍微好一点 我觉得 然后这样我觉得头发就差不多吹完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觉得还不错这样吹完的头发 就是很顺滑 然后也不毛躁的感觉 你们觉得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我的视频的弹幕都超少的 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们很想看我出什么其他视频的话 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吧 如果你们想看我的日常生活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那些说我不常跟博的人 真的有点进我的微博看吗 我真的很常跟博 超长 几乎可能隔一两天我就会跟一次 我有的时候但是每天都跟哦 可能只是因为微博限流 你们才看不见的 对 所以如果你们想看我的日常生活的话 就关注我的微博吧 那个微博就在这边 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